我们儿童的疾病的症状性都带来得非常大 但是也就是 所有儿童服务的人 接着去搭共同 小儿并不是一个成人的缩小版 它有它自身独到的解剖学 生理学 病理生理的特点 每一个疾病在儿童的不同时期 也有它自己的表现 协和医院是一个综合医院的 其实我们儿童外科的实力非常强 但是就分布到各个专科里面 把专家的专业和专长 整合成一个 专门给儿童服务的专项平台 这样子的话 就小孩子当有问题的时候 家长不会到处去找科室 找专家 而是从一个端口进去 就能找到他所需要的 关于这个疾病的服务的 所有的内涵在此 互联网的儿童医学中心 你不光说能够刮号 你可以看病 更重要的还可以开药 如果你直接都往上开药的 你不需要来 然后你有手术的病人 可以精准地预约 这个住院的实验跟手术实验 就很大地造成了 这个铸鱼的方便